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夏宾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 今年全年的GDP、就业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备受外界关注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 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 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应该怎么定 经济工作又该如何发力 我们邀请到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裁办原副主任杨伟明先生 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的专访 为大家进行权威解读 杨主任您好 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大家非常关心GDP的问题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 没有给出一个GDP增速的具体目标 那您觉得结合今年的情况和形式 是否需要定下一个具体的GDP增速目标 为什么 去年没设增长速度目标呢 我觉得它是实修适 因为去年情况太特殊了 遭遇了百年一月的这种新冠疫情冲击 当时这个疫情会怎么发展 也确实很难预料 但是今年的情况已经不一样 因为我们从去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 疫情从总体上得到了控制 这个十月份这个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不仅规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问题 从未来实现现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目标来看 那我觉得这个今年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设定一个增长速度的目标 中央已经提出了2035的远景目标 其中包括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您觉得未来15年 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 从15年翻一翻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也很好计算 就是年均增长4.73% 原来我们过去一般是10年翻一翻 现在我们再速度降一下15年翻一翻 我觉得这个条件和潜力是存在的 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已经放弃GDP增速 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那么也有专家提出 中国可以考虑永久性的取消GDP增速目标 取而代之用就业等一系列的指标来做一个替换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靠谱吗 这种考虑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觉得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至少就目前来看 GDP的指标可能还是比就业的指标 相对来讲可能更重要一些 或者说它合理性比就业指标 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那么对于2021年的宏观政策 中央已经提出要保持连续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特别强调了不能急转弯 那么在您看来 今年的货币政策总体而言 是否会像去年一样 首先要看什么叫宽松 什么叫偏激 也就是说M2和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增长速度 要同民意GDP增长速度相匹配 这就是一个标准 如果要是M2大于民意GDP增长 那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宽松的 反过来如果要是M2的增长速度 货币公元量小于民意GDP增长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属于偏紧的状态了 因为去年情况确实太特殊了 必须要加大流动性 来促进经济尽快的恢复 保就业 保市场主体 所以今年货币的增长速度可以快于 或者说略快于民意GDP的增长 那假如说今年如果增长6% 民意GDP增长是8%的话 那么货币发行大概8%或者以上 9 10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绝对不可能再像去年那样 明白 那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全球的 这么一个货币宽松的情况 其实去年美联储 它就已经拿出了非常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且它现在大放水的环境还在持续 您觉得这么一个情况 会不会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 造成一些压力 它有没有可能给中国国内带来一些输入型的通胀 那么这些政策确实对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 其实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最近一段时间 一个是人民币汇率升值 然后像铜价 铁矿石 包括石油 最近石油也开始在涨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国际上流动性贩链的这样一种结果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讲 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因为但是我觉得影响对老百姓来讲 这个影响最终影响可能会消减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上游产业 比如说铁矿石它影响钢铁 但是从钢铁一直到老百姓消费需求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多环节了 包括石油 可能对油价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会发生这种 这种比较恶性 或者说比较高的一个通货膨胀 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因为最终还要看经济的基本面 经济基本面就是我们的供需的结构 供需的平衡程度 因为目前来看 我分析我们最近这几年 实际上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 我们的总供给的能力 是大大的高于需求 所以如果要是某一个行业 长得比较多 某一个产品长得比较多 那它就马上立即开工就行了 供给增加了 需求还是那么多 我觉得最终可能会 价格会导致 趋于某种产品的价格下降 但是我们觉得 跟老百姓关系 特别密切的一些消费品 就是像我觉得最典型的是肉类 去年我们肉类大幅度进口 增长速度很快 所以说明我们最近几年 我们这个肉类供需 是存在一定缺口的 当然现在 从去年的投资状况来看 农业特别是续木业 特别是饲养业 投资增幅很快 所以我相信今年会得到明显的好转 因为猪周期养猪 它也就是一年 马上可能也就差不多就见效了 是的 那么我们从各方预测可以看到 今年中国的GDP增速 肯定要比去年好 那您觉得中国今年是否还要保持 和去年一样的赤字率和发债规模吗 如果发债规模要收缩的话 您觉得地方债的缩减规模 可能会是多少 今年这个增长速度增长的压力确实不大 当然也还有一个因素 我们到底增长多少 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 还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财政政策 其实中央也已经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就是刚才您讲到的 就是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要可持续性 现在地方 本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就比较高了 特别是野性债务 所以我觉得债务可能会减 但到底减多少 我觉得可能到两会的时候 可能会清楚了 赤字率肯定也应该在回归 往正常的情况下来回归 也没有必要再保持这样 去年这样一个赤字率的规模 其实您已经提到过 2021年还处于疫情冲击的修复期 大家不能盲目乐观 那在您看来 今年有哪些风险点 或者是不确定性 需要加以注意呢 那你要说从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 和挑战来看 或者说困难来看 我觉得当然首先还是这个疫情的状况 这个还是要高度重视 这个特别是要外防输入 因为这个一个局部地区 如果再出现严重的情况 这不仅要影响当地的经济增长 同时呢 因为我们的产业链 是全国补局的了 也会带来 对其他地区带来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是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要高度重视 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应该是以国内大型完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旋相互出击 去年呢 这个净出口的贡献份额很大 你等于国内情况这块就小了 所以今年呢 可能我们要着力地去扩大消费 第三个风险呢 就是这个货币政策回归正常 但今年如果回归正常 那么要保持去年那一个 这个经济活动规模的话 那么可能会不会再现企业 特别是制造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需要 所以这个中央要求货币政策要 这个精准 灵活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货币政策可能需要把握的 然后还有一个财政方面 财政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刚才会讲的就是中央要求 要防控这个地方政府引行债务这个风险 当然我相信中央还会采取一些措施 加大对地方的这个转移支付 压中央的支出 增地方的支出 我觉得还有一个风险也是需要高度重视 就是国际上这个流动性泛滥 这个资产泡沫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给我们带来这个风险 因为这个我们汇率面临升值的压力 你要升值得过快 那可能出口企业就面临问题了 但是你如果不出口 这些企业的这个生产生活 生产就会受到影响 它的收入会受到影响 利润会受到影响 所以确实是能面临一些 两难的一些困境吧 2020年是13.5规划的收官之年 您如何评价过去五年 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知道13.5规划提出了 25个指标性的目标 这25个指标性的目标 完成度又怎么样呢 那目前来看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 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25个指标 应该说都是能够 绝大多数都是能够如期完成的 或者说超额完成的 那么因为这个 去年遭遇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新门疫情 所以经济增长速度 从原来的6%左右 一下下滑到了2.3 那么五年一平均 可能实现6.5%的这个难度会加大 GDP相关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服务业的比重 能源消耗强度 研发经费支出的强度 等等这些指标可能 在实现起来可能也有一定难度 党的19大它其实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三大攻坚战 那么其中呢 这个脱贫攻坚 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标志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 这个脱贫目标的实现 比这个GDP增长可能还更加重要一些 也就是我们不是说不要GDP增长 既要看GDP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 同时我们还要看污染防治 金融风险的防范 脱贫的一个问题的解决 所以我觉得我们13.5规划 应该说总体上来讲 实施是顺利的 尽管我们遇到了疫情冲击 主要的目标和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今年又是14.5规划的开局之年 您觉得中国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工作 才能取得新规划的良好开局呢 去年中央经济公共会部署了 这个八项重点任务 这些都要做好 但其实呢 我觉得从长期来看 可以说这个开好新局 最主要的就是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八项重点任务呢 都是分别从这个供给 需求改革这三个角度 围绕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提出的 所以中央经济公司也提出来 今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 要这个开好头 建到新气象 这其实对全党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个工作要求 中国其实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而且14.5规划建议也提出 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 但有观点提到 中国很多普通人被房贷所束缚 影响了消费 您如何看待14.5期间 房地产行业的角色和定位 又应该如何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呢 这个住房问题 或者说房地产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条 一个是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给的住房制度 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要建立一个 在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的一种长效机制 这个其实就要求要从供需两个方面来做出一些调整 或者说供需双向发展 这个我注意观察了一下 从这个2013年到2019年 这个城镇居民的这个消费率 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持续下降 城镇是下降的 大概下降了3.6个百分点 而农村呢 是相反的 农村的消费率是提高的 城镇 贷款买房的人是比较多的 那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北京上海 这两个城市是我们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 收入高 房价也高 但是呢 在比较它的消费率以后会发现 北京居民人居民消费率从2013年到2019年下降了接近7个百分点 大大快于刚才我说的全国平均水平 上海那下降了6个百分点 当然我不能说就得出就是因为房价高的影响 它导致它的消费率下降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需要控制房价 控制房贷过快增长 至少我觉得它应该低于慢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但是呢扩大内需不能等同于扩大居民消费 因为内需呢包括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还有投资需求 当然如果再加上出口就是总需求了 就是说我们是在扩大内需 但是呢更多的是靠扩大了投资需求 扩大了政府消费来实现的扩大内需 虽然居民消费也在提高 但是它的速度是不如前两个的 所以我觉得构建新发展格局肯定要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 但这里边的重点不在于投资需求 那也不在于更多的扩大政府消费 一定要注意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 投资需求也是需要的 但是不能够把重点放在这里边 好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段表述是讨论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您觉得要畅通双循环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新发展格局的新又应该体现在何处呢 我觉得关键是改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 它看起来它是一个发展问题 但是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改革问题 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就是新的供需格局 就是要构建一个有韧性的供需格局 我可以随时进行调整的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做一些调整 第二个新呢 就是新的需求格局 要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需求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我们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 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 是快于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的 那我们要构建新格局 就是要改变这样一个格局 让居民消费成为主体 第三 新的分配格局 就是构建向居民部门请协的收入分配格局 因为从收入分配来讲 三个部门 居民部门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所以要让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要低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财政政策要对收入分配方面 做出更大的支持力度 第四个新 就是新的生产格局 构建一个适应需求变化 和消费升级的这样一种生产格局 我们有些消费型的行业 我们是供给不足的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像水上旅客运输 和航空旅客运输业 像广义的文化 广播电视 电影 文化艺术 体育 娱乐 这五个行业 可能收入提表以后 它对它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多的 但是我们自己国内供给实际上是不足的 第五个新 就是新的贸易格局 也就是说构建一个国内国际双心环相互促进的一个开放格局 需要把我们的市场要做得更大更强 这样增强我们国内大心环对国外国际的一个磁力 就是它离不开我 面对一些可能断供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领域 我们要努力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 我们还要坚持对待开放 坚持引进技术 最终我觉得要形成一种 科技自立自强和引进技术再创新的 这样一种双轮驱动的一种技术格局 好的 非常感谢杨伟明主任接受我们的专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